好了,回到5月21日 今天在这些时间 和大家做直播 非常少有 因为真是突发 我不是第一个 如果你说看《坚尼地球》 冯同学也做了一个直播 很快就说了这宗案 好了,这宗案 就是所谓经贸办三所的案件 其中一位主角 叫Matfield Cricket 沉思于他家附近的Granfield Park Granfield Park 就是这个地方 在下面这个地方 应该在火车站附近 Granfield Park 他的家大概在这个地方 是有些距离的 但因为Granfield Park 是近地铁站 理论上 人流也应该不会很静 发现他的尸体的时候 其实是5点15分的 光天化日 今天突然被警方 Thames Valley Police 找到尸体 在这里 在礼拜日的时候 应该是礼拜日的时候 就发现他的尸体 其实 相距于现在 已经是两天了 已经是两天的时间 现在才报了出来 你看到今天 警方出了一个通知 希望大家如果知道 有更多的资讯 就可以报料 5点15分的时候 发现到这个尸体 相信 尤其是在Granfield Park 这个位置 旁边有这么多民居 应该就不会 由他死至被发现 就不会太长时间 但是 因为他是其中一位 就是间谍三傻 其中一位主角 他突然间死了 就令人很恐慌 很多人都会 包括我 直觉上 就会觉得他是被灭口 是吧 但是 我们看回 之前 这个就是自由亚洲的报导 他下面就引述 探视 探视报的报导 就说他 早前 就说过 他被捕之后 曾经就跟这个警方 就表示 如果获得保释 就会自杀 这个 这个位 这个位 看到的尸体 是倒饿的状态 倒饿的状态 应该是吊颈 但是 是不是自杀 是自杀还是被谋杀呢 最奇怪的地方 一开始 你看到标题 就令到别人不寒而律 不明显 不是自杀 也不知道死因 如果不是自杀的话 起码警方 起码专业的警员 看到一个尸体 不能够断定他是什么死因 所以才希望大家提供多些资料 是不是 但是 如果你说说动机而言 他是向警方表示过 他会自杀 但是我有一点不太明白 因为 Matthew Cricket 之前我们看过 其实这个报导里面 所说的起诉书里面的内容 就交代过 原来Matthew Cricket 其实就是这篇Yahoo!新闻的报导 其实很少有 其实这篇报导是踩戒的 因为他引述了起诉书里面 那些盘文的内容 引述出来 正正路来说 英国的传媒 就不会这样做 我问过一些记者 但anyway 既然他报导了出来 我们就不介意 在这里再去报导他的报导 他就说 三个人 我们之前都说过 其实是 三个主角 袁崇彪 和韦智良 还有Matthew Cricket 三个人 最合作的 就是Matthew Cricket 如果这个人 打算保释 就沉死的话 怎会这么合作呢 所以就这样看 如果他这么合作 和盘托出 他就说他最合作 他就说比较合作 接受了四次盘文 头两次都不肯回答问题 但第三次的时候 就改变了态度 估计 警方就跟他说 获释那几个人 总共有八个人 获释那五个人 应该说了一些资料 隐瞒也没用 所以在囚图困境的情况下 他不说不行 他就说过 韦智良是他的客户 向他提供个人的情报服务 Matthew Cricket 其实在他们三个人之中 其实就是下线的下线 我先看看 他们的资料 Matthew Cricket 在他们三个人之中 他们是做主导的角色 但是 袁崇彪 他就是经贸办的第三号人物 这个是行政经理 主要是接合的 下面是韦智良 韦智良 就开了一间保安公司 叫D5 Security 但是这间BD5 Security 另外有分判一些工作 就给Matthew Cricket Matthew Cricket 在2021年 就已经开了一间公司 叫MTR Consultancy 主要 就是做一些 叫做私家偵探的服务 还有 其实他之前 在这个 起诉书里面 其实他就 把很多的资料 都写在他那本 那个记事簿里面 包括收的价钱 每次不知道追踪哪个 其实他有罗冠聪 又跟踪过 就是 攬炒吧 那些任务 全部都写在那里 还有每个工作 收多少钱 巨势无谓写在那里 那 如果你说 那 其实他最后 他愿意和盘托出的话 如果你一心想着尋死 就不会这么愿意 去说完所有事情 三个人里面 他最有可能 就是做这个污点证人 说回 魏智良他是客户 就是他上线 又说了 5月1日爆门 就是爆门入屋的细节 说出来 就说魏智良 告诉他合法 那个Monica 就是他爆门入屋 就是Monica 预所下 就是他怎么把水浸到屋里 蛾清 就是说要弄水喉 然后闯进去 把所有细节都说出来 就说自己都有进入 然后魏智良 就把警司的证件 丢出窗外 他感到很愤怒 那三个当中 最守口余平的就是魏智良 那 Quickett就说了 他自己就受贡于 这个伦敦的经贸办 香港驻伦敦经贸办 去年5月的时候 认识袁重彪 过去的报酬 都是由香港的银行支付 然后他又说 他又供出来 袁重彪就是团队里面的领导 而袁重彪 在5月1日爆门入屋的任务 就是袁重彪 是这个经贸办 和整个保安团队的联络人 那这些东西 其实他是爆得最多 三个里面来说